鲁大哥说呀,不让大姐帮他做头聊,主要是因为他面子矮,不好意思 通过这件事啊,江大姐也感觉出了鲁大哥性格中的小倔强 而恰巧这种直接的性格正是大姐喜欢的 而当鲁大哥说起自己父亲的事时 大姐更是觉得这样的家庭很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 各种纪念章就是我爸全有 就是入朝七十周年那个经营的都有 看门头第一批入朝 他是个部队,部队工资全部是最高的 对,而且是个啥 干系所开的 看门朝那五零年到五十三年,这两年零几个月 但是我爸是头一批入朝 跟丹东那边过去 家族挺好 他老爸我想去接触一下 因为92岁的老人家 才能够看门元朝在我身边 我没接触过一个 江大姐觉得鲁大哥的家事很好 这一点他很满意 而接下来说的话 更是让江大姐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很有责任感 你聊聊你找未来这个老爸 那要干啥呢 这些月过日子 把他都到老 后半生就很简单 别这么想的 对 班都想不想扔了 往哪扔呢 那一会儿万一 那九个冬雪丝串的 病怎么办呢 可以给治病 不给他扔到儿子公子那去 给他扔到养老院去 反正我给你说的那一扔 不能 我没看错人 现在真有送养老院去 真不行 不是真有哥 太多了 我现在将来找老爸干啥呀 这就怎么过呀 白头到老呗 那个 那个 一起 一起生活 我说中间有病怎么办 我扔不扔 那扔啥呀 治呗 你看话说得 好像不完整 但这道理说得很清楚 责任感很强 有病就给你治 我说班都 我说这个 什么瘫了 什么就给你治 他能说出这句话 他就给你治 花钱都认了 他还能给你扔出去吗 我样子就这一点 今天两个人聊得很不错 卢大哥说 他想让姜大姐去自己家看一眼 于是对姜大姐发出了邀请 您奶奶 上我家去 您领去 行 位置给我自己去 我领你 我带你 两人约定好第二天上午见面 第二天姜大姐也是早早的 就跟红娘会合了 姜大姐说 经过一晚上 她的心意也没有啥变化 今天就主要看看鲁大哥自己把日子过成啥样 原来